在开国将帅中 很多人都是一身伤痕 比如独臂将军 彭寿生 建国后就被评定为特等一级残疾 彭寿生是江西平乡人 15岁就参加了红军 参军没过多久 彭寿生就受了一次重伤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 彭寿生所在的红三军团 在突围途中与敌军遭遇 部队伤亡残忍 彭寿生也受了重伤 被转移到红军九龙后方医院 名义上虽然叫医院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山洞 更要命的是 这里的医药物资齐缺 消毒工具 只能以粗盐熬出来的盐水代替 因此有不少伤员都打起了退堂鼓 但彭寿生却勇敢的接手了手术 连麻药都不用 这次还只是小伤 到了黄桥战役时 彭寿生再次身受重伤 甚至被截掉了右臂 成了独臂将军 当时国民党韩德勤以三万多人的兵力进攻黄桥 而新四军只有七千人 战斗一开始新四军便遭遇重创 团长李明东重伤 几位营级干部也相继牺牲 彭寿生只能临危受命指挥部队 很快彭寿生也中了好几枪 右臂被子弹打得摇摇欲断 部下赶紧过去给他包扎 但是战事剪辑 彭寿生来不及包扎 又嫌右臂碍事 竟然用左手把右臂硬生生扯了下来 随手扔在地上继续指挥大家冲锋 想想那个场景 别说是亲身经历了 就是想想都疼啊 直到战斗结束后 彭寿生才被送去了医院 医生看到他血肉模糊的右臂 惊叹道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因为断臂的时间太久 右臂已经不可能接上了 因此彭寿生只好接受了截指手术 成了独臂将军 建国后 彭寿生担任过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山西省军区副司令等职 被授予开国少将 不过因为彭寿生的身体很不好 1965年就不得不离职休养